普里镇农会农民直销站成立之后 为了照顾弱势团体 普里镇农会在直销站设立了一个 游记大附中事件会学生 参加今年事件会作业主竞赛logo设计 制作成T恤以及口罩来贩售 贩售所得也将部分盈余捐赠给弱势团体 希望透过这样的公益贩售 能够借此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希望学生能够透过一些在地的那个logo的设计 然后来做一些发想 那遇到疫情之后呢 我们其实也就不停歇的在线上 有继续保持跟我们普里镇农会事件会 还有我们的孩子们做一个线上的一个互动 跟继续把这个logo完成 那也因为在疫情期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们孩子们就一起 希望说能够透过他们的力量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公益行动 就是当成想要帮助就是在比较弱势的团体 因为希望能对这个社会尽一份小小的心力 普里镇农会常务监视 嫌疑员王财云表示 透过logo设计的食品化 贩售所得可以致应 既大富中事件会的发展 让他们未来能够设计出更好 更有在地特色的作品 并且部分所得还可以回馈公益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而且透过文创商品的贩售 也可以让更多人来了解普里镇的产业 要处理完所有的经费 一部分是给事件会再更创新的一个基金 其他部分都要捐助于弱势族群 我很希望说我们大家有看到 都会发出这个爱心 来买我们设计出来的口罩 让我们这个事件会会越来越健全 让我们事件会在每个角落都有看到 不管是国小国中高中 我们看到的我们成绩都非常好 让他们有正常的运作 让他们继续发挥我们农村乐 让看到我们更好的产品 副医长排一拳肯定普里镇农会 结合既大富中事件会学生的创作 来展现普里的特色 并且将设计实体化贩售 不仅能够依注社团经营费用 同时也能够回馈社会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记者陈伟一 普里镇采访报道